对于那些因为健康问题不得不吃清的食物人来说 这些筷子有可能让用餐时间变得更加愉快 这种筷子由日本明治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光夏 和日本饮料制造商麒麟控股共同开发 可以通过使用电磁机波形来增强食物的味道 餐具连接到一个绑在使用者手腕上的微型计算机设备上 微弱的电流移动正在消费的食物中的纳粒子 纳粒子是食物咸味的基础 龚夏说筷子可以让进食者的舌头感受到食物中增强的味道 龚夏和麒麟在遵循低纳饮食的人身上进行了临床测试 发现该设备将低纳食物的咸味提高了1.5倍 麒麟上班族冰瞳立明 在她的办公室里吃了低纳味增汤 展示了筷子 她说当她使用筷子时 更健康的汤尝起来和正常版本一样 根据龚夏和麒麟的说法 日本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约为10克 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两倍 龚夏和麒麟的研究人员目前正在改进筷子 并希望明年将其商业化 最后发现了筷子 20州品牧尽 。 20州品牧尽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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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